大家好 我是天狼 如果你是在8月底左右修剪的我们的月季 那么这时候其实咱们第一波花其实已经上来了 那么一些花友会说 这个花我看开的也不标准 没有秋花的感觉 这咋回事呢 这里我们举的例子是以我们长江流域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只是说季节达到了入秋 并且夜间的温度降下来了 其实白天还有30好几度了 那秋老虎其实还是很猛的 所以说我们九月中旬这一波花 其实它还是被高温吹出来的 那么这个花的发育其实也不是特别好 这时候我们觉得这波花不太好看 它就太正常不过的一些事情 但是这里也有例外 比如说你看像这个玉环明 又香 花大又饱满 是不是特别好 然后其实这里还有什么呢 做个广告 还有像我们的患直 陶染 粉袋 空萌 都没有问题 那就是说像我们拥有鼠系列这样耐热特质的月季 你是不是又赚到了一波 夏天大家都说月季的状态不太好 其实我们来看 你看这一根 这是从春天长出来的枝条 到这里修剪了一剪刀 这里又修剪了一剪刀 你看只有最后我们修剪这一波上面的才有叶子 下面你看就连这一片叶子都已经黄了 一直到根部叶子全部掉光了 原因是啥 就是这些叶子都是经历过一个恶劣的高温的一个夏天 也就经过了酷暑的叶子 在秋风一起 天气一转凉 一遇到阴雨天之后 这些老叶子哗啦哗啦全部都掉了 如果你不及时的修剪 没有这一波新叶子 你告诉你这植树是不是就涂一杯鸡了 没叶了 那没叶了意味着什么 你苗再大的苗 这个苗也不健康了 所以说我们要确保它有足够多的叶片 你看下面叶子黄的黄 掉的掉不要紧 因为我上面有新叶有新叶 然后这新叶新叶就是它的活力的源泉 然后我们这花马上花后一剪 这个时候到9月中旬了 这个时候的气候白天不到30度 晚上20度边缘 是不是早春的那个气候 然后你再长出来花就漂漂亮亮了 我们8月底修剪的这一波 到9月中旬这一波 它就是为了入秋它在恢复生机提前给它一个过渡 把根系的活力调起来 整个植株的活力调起来 根系的吸收能力提上来 叶片恢复起来 就是做这个 这样做呢 像我们江南大多数地方 11分有一波花 11月份还有一波花 剩下两波花才会好 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当然了你这波基础打得好 明年春天花依然开得好 因为月季就是这样的一个植物 能够连续开花 那当然北方就无所谓了 你连夏天都没有 他杀秋天是不是 他杀秋节不存在 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天狼 感谢观看 下次再来 所以 欢迎订阅 请继续 请继续